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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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火炫烂艺处见 今朝金光奖欢颜 清清笑容暖心切 此就一心同发言 同思家新年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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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点火很给面子 然后那个我的年终总结是 说句实话 因为我感觉其实 因为我第一个就是我前两天 我还在那边说 我觉得我很高兴 因为我感觉我今年的 没有请过任何一场假 然后我的公演是全情的 对 然后我感觉这个 牛牛牛牛 但是我回头一想 这个我们那个 三四月 三四五月都封控在中心 然后这个 然后那个七八九月流浪在广州 然后就是好像就确实也没多少时间待在上海 所以我这个年终总结的话 我感觉是一直在流浪和风控中呢 所以我希望这个未来的一年能够多多见到大家 对就这样 谢谢大家 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SNH48 听萌兔的刘锦铃刘淑贤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 七号嗓音随耀人 若带你生活心疼 凭着洋帅出好转 一锅修行养精神 刘淑贤 快点奉猿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 刘淑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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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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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想有什么新城特色 没有 只有我的头 然后我说要不然把头借给他们 拍照算了 然后就是今年的总结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总结的 我感觉就是不爱回顾过去 只爱展望未来 好就是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就是越来越顺啊 就是越来越好 好 就这样谢谢大家 好 耶 哈喽大家好 我是SNTuberty 听门出的韩晓 给大家前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跨年公园 谢谢 耶 谁呢 咕噜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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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不一日新年了 一旦喜乐没办法 参加了 新年快乐 谢谢 参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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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参加了 谢谢 谢谢 参加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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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然后对于2022年总结 我记得前两天才感觉才总结完过 我记得在那个我们微博我的微博超话里面发了一长圈的总结 然后我也就希望 因为这一年其实还蛮开心蛮快乐的 就是虽然也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吧 总体来说还是挺顺利的 所以就希望来年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吧 由于看现在大家大多数台上的台下都在咳嗽 然后就希望现在一年我们都能身体健康 然后快快乐乐的没有压力没有忧郁 然后快快乐乐的没有压力没有忧郁 就这样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Yeah 新年喜记盼楚楚 天堂对我对罗谷 百姨人又多温情 各大去扬众交出 胡小伟 新年快乐 谢谢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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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我回想了一下 我的这今年的话 就是很奇妙吧 就是经历了很多 之前没有经历的事情 然后工作也发现和之前有点这个不同啊 就是以后的工作感觉也会就是有更多的变化 就希望我未来的一年吧 未来的一年就是身体健康 然后有更多人爱我 然后我呢也可以多多陪伴大家一起幸福的度过 好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SNH48 TeamMatch2的讲师丁夏家 耶 耶 祝你 永远好 是新新年年 自立很厚 从我们的 真心无悔 时光仍然 只愿满地 最最年年 享受您的地方 祝大家新年快乐 国家欢迎 谢谢 谢谢 哎 谢谢 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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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3H48听门兔的秦宇文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跨年公演 谢谢大家 好的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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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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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然后说一下我自己2022年的年度总结 估计就是被封闭太久了吧 就希望 就是怎么说呢 希望新的一年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去见想见的人 然后呢 就能够身体多健康一点 对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好 那就有请下一排小伙伴吧 耶 耶 好 那就有请下一排小伙伴吧 耶 好 大家好 我是SN48听门兔的姚雨昕 感谢大家来现场和屏幕前观看我们的跨年公演 谢谢大家 耶 initially 怎么样 穆成 咱们以 sits 也应该猎 谢谢 谢谢 然后年终总结的话 我觉得今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快 感觉上一次跨年好像还是几个月前的事情 然后突然就又再一次跨年了 然后呢 怎么说呢 要总结一下今年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就展望一下明年好了 就是希望明年我可以好好工作 然后呢 身体健康 然后呢 不虚度光阴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加恩被留给你 加恩被留给 加恩 大家好 我是S48 Team H2的李佳恩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跨年特别公演 谢谢 耶 我去了一起去行习气战 无拟 无胆無烦傷 大吉大利大冒运 加油加亲家人奇 李佳恩深远圈圈演ела нич王冬旨 谢谢 我觉得今天也是很热闹的一天 因为好像我好久没有见到 坐得很满的剧场了 然后回想一下 今年的一年的话 可能我觉得之前的那段时间 自己的心态就是需要一些调整 所以每次一回想 人家说你总结一下 你现在的心情吧 我说呢可能感觉稍微有点复杂 有点忐忑 有点波折 但是现在又觉得要多去沟通 然后要就是哪怕有什么不开心的 也可以去跟大家去倾诉 然后排解内心的忧难 这样的话你这个眼前才会是一片光明 所以我现在就挺光明的 希望从明年开始我可以更加的光明 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看今天我是个舒服的晴天 大家好 我是S.H.T.H.T.M.H.T.O. 林树晴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跨年公演 谢谢大家 Я eles 新的一言烟火向清晨 说愿街藏人 林苏贤 爱你了三年快乐 谢谢 谢谢 呦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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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小哥 人家好想你 呃呦好 孙孟 想死你了 呦呼 孙孟 老板 我们儿媳妇 谢谢你 呦 哟 哟 好了 我那个年度年终总结的话呢 就是呃那个2022年过得呢非常开心 呃有开心有难过的时候 希望我2023年每天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祝我2023年发大财 而身体健康 然后 然后我粉丝也发大财 对 我粉丝发大财就等于我发大财 哈哈哈哈 那我粉丝发大财就行了 好了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SNH40 听门兔流行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跨年公演 耶 祝福音符新醉制 有着鲜心配心事 一年新鲜接待子 前路五月十生日 有限2022幸福了 新年大乐 谢谢 谢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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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就是说到年终总结的话 其实我是一个不爱做总结的人 因为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一年中有不少的遗憾 但是呢 想了想了 反正现在也还年轻嘛 不是 反正还要在这个团里待好久好久 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就希望之后遇见的大家和已经相遇的大家都是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 然后新的一年我也不想给自己什么目标 总之就是没有目标那就会有很多惊喜 就这样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我是SH48TMH2随山下来看我们的跨年公演 耶 YE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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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的一年总结呢 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我今年比去年相比较来比的话 我觉得过得更加充实 因为就是那个虽然生了很多病 但是呢但是有很多跟着他们一起出去玩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每次回想到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会很开心 然后我感觉也很就是我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我新的一年也希望就是我想做的事情都能做到 然后也希望大家想做的事情都能做到 然后希望你们都能身体健康 然后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对就这样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SH48 谢谢 听门徒的白世女 谢谢大家来看 看我们的跨年公演 谢谢大家 好谢谢 everybody 谢谢我们的跨年公演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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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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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百姓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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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2023年你来吃我的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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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 谢谢 想见你 为什么是三遍想见你 因为任务非有三个 全部都是想见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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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就是2022的这个年终总结 大家看出来多努力了 就是说大家就是带着自己这个 就是在这可作不停 但是还是坚持来上公演 对吧 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48到底 对 就是为了想跟大家一起跨年的心情 就是不顾我们 没有没有 好 你再多说一点 再多说一点 不敢说了不敢说了 上一个跨年等会扣光了钱 对 然后就是2022的年度总结 就是这个2022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嘛 又有被封三个月的经历 又有失去了这个自己身体上 一个很不重要的一个部位的经历 对 然后以后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你可以直接说栏尾的 就是很不重要啊 对吧 不重要都不想说她的名字 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什么都 我说什么都打倒不了我 对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好 下面有请下一排小伙伴吧 好 大家好 我是SH4T的听奔兔的鲁天慧 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跨年公演 谢谢大家 耶 哎 全大心心想 祝福即将战 2023美友谊 以示我们的为一 鲁天慧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鲁天慧 谢谢 鲁天慧 谢谢 鲁天慧 谢谢 鲁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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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然后很开心又在大家的陪伴之下 又多度过了一年的偶像生活 然后2022年的就确实是还蛮丰富的一年吧 发生了很多之前几年的偶像生涯 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什么事儿 那你自己回去补党吧 然后总之来说 对我来说是有欣喜 然后也会有难过的时候吧 但无论怎么样 今天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年了 2022年的最后一年了 2022年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结束今年 那我们明年再见 一二三 苏珊珊 大家好 我是S-H4 T-M2的初珊珊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跨年公演 谢谢 天一礼 昨日满花难忘记 山山仙女怕恶心 橙色光芒隐前路 我能看你新的城 周珊珊珊 高芒隐前路 就这么着急 我给你改个方面 处于一个比较云宫眼 护住了不好意思 我听你说吧 云宫眼 对云宫眼的状态 然后呢 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都放到了整个下半年的行程 所以下半年都比较忙 当然我就这些忙碌里面 就很少会有我的参与 但是我自己给自己找了挺多活的 虽然 对 你不会要问什么活吗 我知道什么活 他知道什么活 跟几个女的那个活 很多个女的 我知道了 50个恋爱瞬间 没有50个也就30多个吧 对 就是还拍了挺多东西 虽然现在就是还挺少产出的 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 然后也希望明年可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拿出来给大家 谢谢 大家好我是SN4TA T-MN2的周世宇 谢谢大家今晚看我们的跨年公演 愿意 好运常来乐运散 共同环境迎天赞 校图常开不满满 心和追赞多期盼 周世宇新年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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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谢谢 刚刚不小心被蜜蜂说了 尝了一下到底是什么风 原来是看见老公的美貌让我爱上发疯 生思雨 老公 谢谢 主持人一天好美 谢谢 谢谢 生思雨 谢谢 生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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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吧 然后因为从学校毕业了嘛 毕业也是一个大事 然后就是很感谢我的粉丝们陪我度过了这一年 因为我觉得这一年能够陪我一起过来 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很感谢每一个小雨滴 然后呢 新的一年吧 我有一个愿望 我就是要做 一个开心的人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未来也和我一起吧 谢谢 我以为你终于要只冷起来了 我不只冷吗 那你只冷给我看看 我知不知道你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你说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SX4J Team M2的张怀景 谢谢大家今天在屏幕前 还有在现场收看我们的跨年公演 没理想лять touring 不政府可以 拥人 失败 待一到一一月 我儿子 repent 太弱了 携放快乐 最重要 ound time Milky 新年快乐 呼 ო Quant To đo 我们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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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是想的吧 好 然后说到今年的MC话题 就是其实今年的年终总结 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也不是很想回想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对他只有三个字想说 赶紧滚 然后还好今天结束之后 我就可以彻底摆脱 2022年这个痛苦的一年了 但是虽然说是总体来说 就经历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的一年 但是下半年还是感觉 有一些好事发生的吧 我之前 什么好事 详细讲讲呢 哎呦 我知道了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好事 他变成double teacher了 结束了多年 但深生活有什么感想 人家也不是多年 多年前也不是的 短暂的单身生活 孙珊 你等着我一讲 你也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我只是比较善良而已 什么故事展开讲讲 没有故事 孙珊已经无所畏惧了 是吗 我不忍心啊 我不是忍心啊 珊珊 接着让她展望吧 没有啦 就是我今年上半年一直精神状态很稳定 保持在一个发疯的状态 然后当时就是曾经发过一条微博说 其实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 我们知道的 但是怎么说呢 其实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大环境也在改变嘛 然后明年大家有很多可以就策划着想去做的事情 想去完成的旅行之类的 会让人感觉2023年是很有希望的一年 所以虽然我以前觉得一切都不会好起来的 但是现在还是愿意期待一下以后的生活 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变得越来越开心吧 就这样谢谢大家 耶 耶 大家好 我是SH48M2的张希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跨年公演 谢谢 耶 世界你最可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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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2022年挺好的 三个字 然后就是之前我跟我粉丝说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但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现在我觉得想要快乐吧 因为2022年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动物 就是可能因为关太久了吧 就是不太方便往外跑 我希望新的一年能让自己世界那么大 出去撒花 对出去撒花 多看一下吧 因为我觉得2022年就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 嗯 希望 希望 还要就是觉得大家今天也蛮不容易的 就是大家 呃呃呃的还要来看公演 就觉得 嗯 嗯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然后还就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 嗓子感觉像有东西在坐电梯 就是 嗯 就是 非常的卡 然后 哎呀就是 哎 说多了 就是希望 嗯 二年不开心的 时间 就已经过去了 然后到今天晚上啊 我们 嗯 大家一起 狂欢一下吧 啊 就是能吼的就吼出来 吼不出来的就 好 好 然后就就这样 希望大家能就是看开心 今天的跨年公演吧 谢谢大家 耶 好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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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欣赏接下来精彩的UnaTouch吧 耶 耶